好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秋顯日委員的齁 只有一個案嘛 又跑出第二個了 喔 正反兩面齁 好 秋顯日委員第一個案 各位有沒有意見 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 他在講停止齁 停止齁 要不要先給行政部門講一下 就是他的交通部的這邊的他的說法是說他希望 因為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 我不知道啊 標檢局不知道有沒有在 就是標檢局他認為說 願意把這個區捐測速納到第四種的法定度量橫汽 包括雷達 雷射跟那個感應宣傳之外第四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啦 陳剛才走了嗎 標準檢驗局 可以嗎 來麥克風 那我們的提案當然就是說 他把他納到法定度量橫汽 在那之前 現在正點是說 在他沒有把他弄出去之前怎麼辦 現在剩下新北市在用嘛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停止 做這個區捐測速納 那要多久時間啊 沒有就是等到他能夠有 你不能三年五年十年 那這樣的話又亂了 那當然就是說不可以做啊 因為這個是我就跟他講了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要有法律的規定 要有法律的依據 才可以去處罰人民嘛 你不可以 先 自己先跑了 然後法律的部署都還沒有做 然後你就要去處罰人民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那求委員是不是到你的建議地方政府取得 第三方 驗證錢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他那個 他那個版本我是不會接受的 這誰寫的 我不會接受他那個所謂的第三方的那個說法 這你們寫的喔 郭忠祐寫的 我這邊可以說明一下嗎 主席 你不掉寫怎麼辦 那個市交通部改的嘛 然後我不會接受他那個版本的理由 是因為這就是國家法律的規定 那現在標檢局也 看起來也願意說 罰 這個法定度量行器裡面 增加了一個叫做區間測速 那就不要講 第三方驗證就寫 標準級驗證錢嘛 對啊就是說 我說明一下 你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邱委員 關心這個案子 在整個 只是區間平均梳理法的那個法案 就是我們七字二條 裡面有些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資料 證明起違規行為 其實這條是說有科學儀器 好 那科學儀器其實有很多種 包括照相 速度計 以前那個 附近操照感的速度 等等都是科學儀器 所以當初在 實施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這是科學儀器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 因為我們在 標準 在標準級那個 多量衡法 法規對於速度計 他是有剛剛講的這三種 有用規範 那 未來 假設區間測速 這樣的一個 工具 剛才已經討論過了 對 你直接修正的方案提出來 怎麼講 所以我會認為說 整個 整個系統的正確就是那個對值 我們認為第三方驗證 還有 我們執法 求委員不接受啊 這是希望說這個 度量衡法裡面 第五條就規定了 公務檢測 是 他要指定法定度量衡法 這很清楚啊 你要做公務檢測 所以現在是過渡期間 過渡期間 我們如何 沒有 就給你過渡期嘛 公務檢測嘛 公務檢測就是依照度量衡法 就是要在 就叫做法定度量衡器 那現在標檢局也願意把區間測數 放到法定度量衡器裡面 標準局 你們願意嗎 我們現在正在研議把他 什麼 在研議 我們現在會正在那個 你立那個法規 要把他納入 那個多久 時間多久 一年 一年耶 你們為什麼要花一年的時間 這麼久 對不對 你們可以把 現在這個正義的問題 要把那個 時間縮短 有沒有 我今天被人家罰 我一定要 甘願了 有沒有 他有一個依據吧 對不對 你們渡量衡 是最公正的啊 你要你要回去 要快一點 你一年太久了 你懂嗎 這樣啦 倒數第二行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 建議地方政府嘛 就好了嘛 其他按照法令規定 不是 建議國家標準是檢定嘛 那個就新北市政府還在用啊 那這個怎麼解決 我們就主管機關建議地方政府嘛 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 就好啦 這樣可以嗎 求委員 就合你的意思啦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現在除了新北市政府之外 其他都停用嘛 有啊 之前 然後 停止使用嘛 他在 檢驗證方式前 停止使用 新北市政府還沒有用啊 對啊 新北市政府現在還在用 新北市政府有驗證了沒有 他沒有經過法庭多量行器 他就是要 對 新北市 他就是還沒有 對 新北市侯市長他說要啊 所以交通部 要有一個態度啊 趙偉是不是在這一個我建議啊 就你剛剛說的修正文字 再調整一下變成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協調 地方政府 我前面也要求主管機關協調地方政府與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及驗證方式前 停止使用啊 這樣可以嗎 不是啊 這樣齁 他還是會繼續 因為 不是因為這樣 次長你覺得這樣 這樣不會 這個天下大亂嗎 因為你現在還是各縣市 然後 有的縣市已經沒有在用有的縣市有在用啊 而且 而且 這個其實根本的問題是說 現在 不是啊 那現在 現在 都已經 討論到這樣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層次嘛 如果被區間測訴開罰單的人 在這個 現在你說還沒有取得法定度量行之前 他可不可以去法院告 可以耶 市長說明一下 市長好 目前 新北在用期他暫停 但是暫停他們現在都找第三方認證在做 做完以後他們就要開始 現在狀況是這樣 然後 最重要是說 這這樣平行時空啊 不不 他現在進去是怎麼做啊 不是啊 市長你不能都不看法條嘛 現在你在處罰人民啊 那 法條裡面 法定度量行法 裡面他就是規定說 公務檢測 你現在在做公務檢測 那必須要那一個 那個機制放到法定度量行器裡面嘛 那現在人家標檢局 也願意把他 看起來是願意把他放到標準局的 那個裡面 法定度量行器裡面 那在那之前 你就是不要用 就這麼簡單嘛 邱委員很簡單就是要你依法行證啦 對啊 所以你違法啊 你要依法行證 現在也沒有不依法行證喔 現在是說 對 上次在 上次交委會的結議 那個文就是這樣寫的 一個月內 他們要 要去驗證說這個是正確的 沒有正常印 不是正常 那 現在還是問題在這裡 不是不是 你的第三方對不對 應該是說驗證的權利是在 這個國家法律規定是在標檢局啊 對不對 那 如果要驗證的也是標檢局 或是標檢局所授予他的公權力 的這個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的機構 所以他有一個機制在運動 他不是 說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像這種罰款的方式已經沿用多年了 之前 之前每一樣 雷打 雷射 感應線圈都有在法律度量行進 這個是 公路總局發明的 如果準此原則的話 那高速公路啊 這些省道啊 通通都來了 高速公路省道 現在每一樣的雷打雷射 感應線圈都在法律度量行進 裡面 他就是要依法規定 只有區間沒有 現在他們也願意把他放進去 現在的問題是說 等到 國家有一個機制之前 是不是你不能夠去使用這個東西 因為你注意到一點 現在就是 有個放假期 就是標準9月級還沒有弄出來以前喔 過度期這一年喔 這上面是可以超速的 就等於告訴他們啦 我現在無法可管 這個路段是可以超速的 你們開160都沒事 你知道嗎 300萬張的罰單嘛 區間測速只有9萬張嘛 所以有290萬張 9萬張如果造勢的話要報銷多少 那你要遵守法律的規定嘛 你要先去 他如果要做這個規劃的話 他要先去申請 標準9月說 他在法律度量行進 第三方他也是一個權宜措施啦 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 這個 這個你要非常謹慎喔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話 恐怕在監察院那邊也會有問題啊 那每一件是不是 將來都可以去申訴 對啊 你這9萬張是不是每一件都可以申訴 這是法務部說明的 蛤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法務部說明一下 法務部說過啦 沒有 再說一次 說清楚 這區間測速的問題齁 那個度量行的問題 第三方的問題齁 這樣子齁 我想齁 跟主席各位委員報告齁 因為 我們的專業是 關於那個法治的部分齁 那那個度量行我們不專業 那我們只能夠 從法治面來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要限制或剝奪人民的財產自由等基本權利的話 這當然是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那麼在 具體的行政作用法裡面 他如果說 要能夠 裁罰的話 那麼他的 取證過程當然是必須要符合 那個正當法律程序 這有一點類似像說 檢察官不可以說用違法的方式去取證 那當然就是什麼樣的情形是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就是必須要看我們法律是怎麼去規定的 怎麼去規辦 那麼 我們現在就是說 當然剛剛邱委員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國家目前是有 杜亮橫法 有這個法 那這個法當然是要看標準局是怎麼去解釋 因為他們是主管機關 那 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那個行政的取證 我們行政作用法裡面這個 關於這個取證的程序 他是不是 只能用這樣子 杜亮橫法的這樣一個方式 他是不是唯一的一個取證方式 如果是 那就必須要 那個標準局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行政機關是不是有其他的取證方法 那其他的取證方法是不是符合法定程序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看我們的那個具體個案的那個法律的 程序怎麼做 那以上報告 好 主席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 參試嘛 我覺得你要來 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 你必須要對相關的法規方 我當然知道你夜管的這個範圍不是這個啦 因為這個非常細嘛 他有一個杜亮橫法 這最基本的 公務檢測 他就必須要放到法定杜亮橫裡面 這是杜亮橫法裡面 他的這個第五條 裡面就有規定了 那第2條他也規定說什麼叫做杜亮橫器嘛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根據這個母法他授權出來的還有一個叫做杜亮橫法施行系則 杜亮橫法施行系則裡面第2條 他就規定說這個第5條的法定杜亮橫器是什麼 因為公務檢測嘛 所以杜亮橫法 這個第5條的法定杜亮橫器是什麼呢 他第2條就規定 在他的第8款裡面 他就有提到叫做速度器 所以為什麼過去在處罰人民的這個超速的時候 所謂的測速雷打雷射 或者是說這個感應線圈 他都會放在法定杜亮橫器裡面 是這個道理嘛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那他的爭點是什麼 今天的爭點就是說 標檢局 看起來他的方向也同意說如果這是一個 這個測速器的話 他要把他 研議說放到這個第4種 他的法定杜亮橫器裡面嘛 對不對 那在他還沒有有一個機制出來之前 現在裝在馬路上的這一些 這一些居間測速應該要怎麼辦 法律上這個答案就是只有一種 就是你現在就是不能用 否則你就違法了 違法了之後 這個 下面的公務員 馬上就有很多的 這個行政的責任 甚至說 這個將來這些申訴到法院去的時候 法官要怎麼解決 法官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處罰人民的法律上的依據是什麼 就像剛剛 參世說的嘛 那這是一個法治國家 我覺得說 在這個沒有一個法律法規範的依據出來之前 當然你就是要 這個停止執法 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不是說 這樣有一個 措施或者是便宜 這個 這個形勢啊 不時間的 我現在是怕 你這一段喔 你杜蘭粉要一年以後出來 那這個區 區間車喔 如果無法隔管的話 那在車上隨便來隨便去的 他有固定式的雷打雷射跟改靈線圈 可以 可以 300萬件裡面有290萬件 都是有這個測書來啦 可以嗎 恐怖 你知道嗎 反正你雷射槍也可以都可以啊 你要怎麼聽說啊 當然是可以測啦 直到現在可能是說 受限於 經費還有設施點的問題 這個不是問題啦 這不能是理由啊 你交通部 趕快跟警政署 趕快去喬經費 那你就用固定式的那個 測速器就好啦 是不是 你固定式的測速器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會去質疑他的一個公權力正當性跟他的合法性啊 剛才委員的修正建議你們接受嗎 可以的話文哲趕快修正一下 對啦 趕快修正 我 我說明一下 還說明喔 不要說了吧 你要不要修正喔 就是 你要依法行政啊 市長 所以我 不是 我再講一個喔 就是說依法行政我已經講過一件事 第三方認證不是不依法 我們的所有只要system 都是要第三方認證 這個認證 比如說 我們的鐵路 我們的捷運 我們的 只要是system的部分 都是要有IVMV來認證 那我的建議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修可能要修一年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說 我們用一個請公園院 中科院 扮演IVMV的角色來做一個認證的報告 然後他也願意簽署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市長 就是違反法定杜亮恒 就是說違反杜亮恒法 可是不只杜亮恒法 我們過去的戲 那你就說 捷運的話是怎麼辦 捷運就沒有在處罰人民 現在他是在跟你講說這個公務檢測 那你過去的所謂你的這個 測速的儀器都是這樣做的 或者你改任線圈就不用放進來 捷運不處罰人民 但是有安全的問題 對啊 所以我現在 參試事實際上在這邊 法務部參試在這邊 他剛才講的也很清楚 行政行違法 你要處罰人民的時候 你法律保留要有法律上的依據嘛 那我問你 那如果你說你的第三方認證 那你的法律上依據在哪裡 你沒有法律上依據 現在問題在這裡 那他的法律上依據就是這個東西啊 對啊 不然的話你可以去問其他的交通部的這個法律的專家說 那不然你的第三方認證有什麼法律上的依據 沒有 問題在這裡 但是我們事實上很多民間也都是用第三方的那個 那個是要標檢局委託嘛 就是說 就是說 那 處罰的話 對 處罰的話就是從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案子標準局如果先委託第三方呢 標準局去委託第三方 他就是在 法令度量很外 你們也可以用標準局委託第三方嗎 他要一年才能夠弄完啊 那標準局如果委託第三方來幫你們做一個處理 但是 主席那但是標準局委託第三方對不對 也要 標準局把他納到法令度量行器裡面來 那實際上的 檢測實際上的執行這個部分是由其他的機構 他所認證的機構去處理嘛 所以他有一個機制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沒有一個機制 沒有一個 這一個 這個作業的標準的程序嘛 對啊 現在邱委員他依法論法 沒辦法解他 我在幫助他們解決未來的紛爭 那你說這怎麼修正你來講 沒有啊 這個就是不要用就好就這麼簡單 現在剩下新北市在用啦 不要用 就是在 他沒有進入到這一個標準局 你不要用的話那新北市在用他違法喔 所以交通部 交通部就是要 你繼續用 侯市長就違法喔 這本來就違法啊 他要啊 對啊 那交通部就是要有個態度 不能說好像是說 但是我跟你講他那個多數市民會支持他的 第一個 不是這樣講 第一個 情況是說 新北市在做的 交通部應該有個態度 就是說 這個不可以做 你如果中央政府你說你主管機關說不可以做 他當然就不會做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已經停止了 就是繼續停止到 有一個 標準的作業的 這個法規範依據出來 好好好 像他第五條是規定說主管機關得 得救公務檢測的這個 儀器 指定為法定度量行器 那法定度量行器的定義也是說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後他才是 那很顯然的今天我們這個區間測試的相關儀器 還沒有被納入 也還沒有指定 所以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是一定 就是說必須要有走這樣一個國家標準這個方式 才可以處理 因為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個處罰條例7-2條跟這個道安 這個規則等等 對於現在的科技執法已經有一個法源依據了 只是說他沒有進一步去規定說這樣子的一個科學儀器 是需要經過檢測 或者是需要經過國家標準的檢測 所以他這個不是法定的要求 那是不是我們要必須無縫接軌到這個度量行法 因為剛才也有提到說 度量行法的第5條跟第2條的定義的部分都有一個得 所以就是說對於主管機關來講 他是不是一個 一定要納入的一個法定度量行器 這個可能可以請經濟部可以說明一下 那我們要說明的就是說 當然依照我們現行的處罰條例跟道安規則的話 他是沒有要求要做檢測或者國家標準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如果有經過檢測的話 這個可以讓取締機關在對於這個違規的事實認定的話 會更有公信力 因為我們知道說行政機關在做取締的時候是必須 第一個要職權調查 第二個對人民的違規是要負舉證責任 這我想大家應該都能夠肯認 那所以說如果對於認定違規事實的證據 也就是這個區間測速出來的資料 如果有瑕疵的話 那自然是構成這個 處分或者裁處的這個瑕疵 這個我們會把它當作是違法行政處分 而且會去做撤銷 這是沒問題 但是他的前提 應該是不是 說 我們要確認這樣的一個儀器 是故障的 造成這樣的一個證據 或者認定上有瑕疵 只要來測單 但是如果說今天只是懷疑的話 那當然 呃固然是罪以為輕啦 但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透過一個檢測機制 就這個 是不是一定要 國家標準 或是說透過 第三方公證人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 長官有提出來的 中科院 跟公研院 我想這個都是屬於公社財團法的 有一定的公信力啦 只要他們能夠證明說相關的系統儀器 有定期的檢測 那這個定期的檢測 我們目前 道安會 也已經 召集了好幾次會議之後 也有開AAL 做出了一些SOP來 那是不是我們照這個SOP走 可以去證明說這樣的一個公 家機關有公信力的 單位 也有做定期檢測來確保 測量安全的正確性 那在這樣的前例之下 是不是可以 同意讓我們用 不要去為難標準局 標準局說我是國家 認證的一個檢測單位啊 你問他說第三方是不是 有啊 邱檢是委員長啊 你是第三方合法不合法 那你標準於你要依照那個 渡量和檢驗法 你要納進去啊 那法達裡面你沒有修法納進去嘛 第三方就不合法嘛 你現在一直在轉來轉去 那是因為他們渡量和法 目前 邱維 這個 我們剩三個囉 他齁 何信任委員在走掉的話 這個案子停擺了 對 真的要走啦 你快點把它弄完 不然我跟你講 他走掉就沒有了 主席 這個 就留虧了 這個事情啊 說實在的 過去交通部的做法 因為 現在他創了一個新的例子嘛 他創了一個新的例子 說 他現在有一個拘捐測訴 然後 在沒有法定度量 放到法定度量行器裡面 接受這個標檢局的檢驗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處罰人民嘛 那現在大家也是幫你想出一個方式 好人家 也是說 那把他放在第四種 對不對 那其實答案就是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這麼堅持嘛 現在在這裡如果這樣做的話 對 那新北市也有 沒有啦 所以就是放下 所以這裡面講說 提案要求主管 機關 協調嘛 協調地方政府 這裡面有一點彈性在裡面 也可也不可 你不然這裡面你新北市 你跟侯市長對幹 對不對 那其他的又不行 他呢又可以 那這個是市民歡迎的我覺得喔 因為你超速會造勢 造勢會死人 對不對 大多數市民是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可能會支持這樣的法案喔 只有百分之 支持 同意你說 我們要依法行政啦 主席這個 你依法行政 你車子亂來 我這個我沒辦法接受的原因是因為 我今天早上已經講了這麼久了 這基本上就是違法 因為不是你一個人講那麼久 大家都講那麼久 所以所有的委員都覺得 他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那大家都認為說他是違法 我怎麼可能去接受一個說 那這明明是違法的東西 你就是要放下屠刀 大家才有機會 再去檢驗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合法性嘛 那現在就是說 你講的都對 現在問題是杜亮恆 他要放進去啊 沒有 你這一定要他 你覺得這個違法就只有他 這個沒有爭議 就是說杜亮恆 我問你 杜亮恆未來他要放進去嗎 你也不認上 不是啦 這個現在是每天 這個 一直在處罰人民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先 先停下來 其他限制都沒有了 政府不是要去處罰他 而是希望對他有所約束 其他限制都沒有了 其他限制都沒有 只有新北市政府還在使用嘛 那新北市政府 那就由他 市長是要去負責他的責任 如果有所謂的錯誤 或是有所謂的執法 上的一個疏失 或是讓人民有疑 那是侯友宇要去負責他的政治責任 對市民交代 那今天我們回歸到這個臨時提案 因為臨時提案 大家都很有意見 對這個區間測速的這個 公正性 合法性有意見 那我看到這個 一整個早上包括交通部包括警政署 也都接受委員的部分的一個建議 就認為說那我要去檢討這個區間測速 我要讓他更精準 我要讓他更合理 我要讓他更合法 那只是說這需要時間去驗證 跟所謂的建立他的檢測標準 那這個部分我是建議了喔 我們還是給予這個各單位一點時間 那這個臨時提案是不是可以可以作為 調整我的我剛剛意思是說像早回你講的 調整一下文字 那給一些些過渡期的時間 在這個過渡期的時間 反正其他縣市已經沒有在執法了 新北市政府他繼續執法 那是他自己必須去負責任的嘛 柯委員你可以接受嗎 等一下 這個這個現在齁 要確認 要確認 那個何委員離開了喔 你不接受 他只要離開你不接受也接受了 我跟你講 這個方向我願意接受 但是我要確認一件事 我要確認一件事 因為我怕這個大家誤會說 以為說交通部的立場 是不是說是新北市 在用 我現在確認次長意思是說 是不是 其他縣市已經停了 加上這句 其他縣市已經停了 就不要再繼續用 等到標準局 有一個標準成績出來 對不對 那新北市的部分 就是交通部 去協調 這樣 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 我們在治理行間 不要 不要去講新北市 我們去講 建議他去協調 好 地方政府 但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新北市政府 地方政府是誰 大家心知肚明 我是說實在的 這個狀況 我是非常擔心說 變成是說交通部 要鼓勵人民去打行政官司 但是 我現在只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本來停的這些台東 彰化這些 次長願意接受 就是 接受就是說 等到標準局 現在沒有接受與否的問題 不是啊 他還會 他有可能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 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希望能夠第三方檢驗 比如說中科院或什麼 然後他再繼續用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他在這一個 這套流程出來之前 他不要再 讓他拜佈戶 邱瑩 對 這些路段沒有出事 有出事說 民意上馬上就反彈到 市長 市長了解 民意馬上就反彈了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說 因為你那開怪 這個本來就 大家都 不容許 我覺得這要折衷一下 因為 超速 嚴重超速的 也是國人不能接受的 萬一造成 嚴重的交通事故 傷亡 誰要負責任 我覺得這個 人命最關天 所以如果真的是超速的 我覺得該取締 就是要取締 至於用什麼方式 我們剛剛有經歷 那你可以做移動式的測速器 你可以做定點的測速器 在這個過渡時期 他有三種方法 我覺得這個要講清楚 今天在講這個案子 不是說 受超速的法庭反正就來註銷 以後 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過渡期都說 你不要因為這樣的空窗 你不要因為這樣的空窗 到成那樣的後果 90萬張都是法定數量行李開出來的 這個我覺得要講清楚 不是說在這個過渡時期 就開判是測速了 他區間測速只有9萬 有300萬張嘛 區間測速只有9萬 所以這個 就是說 次長 今天是不是願意 就是說 進一步的說明 就是說 現在已經停了啦 等到 這一個 標檢局 檢驗出來之後 再來 再來處理 那 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他現在的 你現在講只有9萬啦 邱緯 我跟你保證會變成18萬 我告訴你 沒有啦 我同意 我也罰啊 我當然太多啊 我同意他去協調新北市政府嘛 因為現在就剩下新北市政府在做啊 倒數第二行 對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 協調地方政府嘛 對 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及檢驗方式前 停止使用 那你就好啊嘛 我知道 但是 他現在都沒有講說 欸 我幫你主持 不是 後緣走了我就沒辦法啦 等一下啦 你等到下一個會議再處理啦 你現在對那個已經停止的 你打算怎麼做嘛 停下來的縣市啊 因為這個就是剛才招惟所提 有一個叫 購渡期啊 購渡期如果空窗的話 因為現在他是一年的空窗期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 剛才用協調地方政府 協調這個 是我們同意的協調 但是他 我剛才 談了 就是說因為上次我們的 在 在我教會的結議是說 他要取得第三方的認證嘛 之前暫停 所以現在各個地方政府的確多在做第三方的認證 找中科院 中科院跟工研院在做 那中科院工研如果他做出來的地方認證 不相信 那真的也不知道找誰了 因為這是我們 自己國家的一個單位 我建議是分兩個啦 就是說 一個叫購渡期 那一個是他真正 在這個 整個渡量衡法裡面做一個修建 把它放進去 可他分了這一個啦 所以我建議說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來協調 但是這個地方不強制 我建議不強制 但是這部分我們要求他把第三方認證的東西做出來 我是用這樣而建議 第三方認證就是 你沒有法律的依據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他到最後他的爭議會到法院裡面去 我也 我 他到法院去 只有 我坦白講啦 除非真的是很證據確鑿 不然有沒有超速 駕駛人他自己知道啦 嚴重的超速你接到罰單該罰就是要罰 這是我的立場 但是我們現在質疑的是說這個檢測的這個儀器是不是有問題 對啊 是嘛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在說要建立 也各個委員都建議了 要建立一個國家標準 要建立驗證方式 那我們都答應了之後現在這個過渡期的這一年 我們只有認為說 第一個新北市政府繼續執行 那是他自己去負責任 其他地方政府已經不執行區間測速 那市長的意思是說那其他地方政府 應該也要 不能有過渡期 我的意思是說 超速該抓也是要抓啦 那至於用什麼方式是 定點的測速或者是移動式的測速器 這個部分交通部跟警政署要去 協調地方政府跟地方警察局啦 我覺得是要這樣子來講 就是說現在 現在 現在已經停的部分 不要讓他用這個區間測速 沒有 區間測速這個第3 就是說在 已經停下來的 依依不捨 那就不處理了 不是啊區間測速 已經停下來 你再講半個鐘頭就沒關係啊 對啊 問題他要離開了 沒有啦我現在 他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他停下來他還要繼續 我現在先告訴你這個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要離開了 停下來的 停下來 我們在一邊聊 我陪你一個鐘頭沒關係啦 這不是一個鐘頭問題 我陪你一個鐘頭沒有結果啊 這是現在已經違法的 要不要讓他停下來的問題啊 他可以 我跟你講 現在有空莊棋 這個空莊棋 空莊棋的問題 空 他的區域測速 不要走啦 再三分鐘啦 看他腦袋有沒有轉得過來 腦袋轉過來的問題 就是 加一句嘛 已經停下來的 就不要 就等到這個有這個檢測的時候再繼續做嘛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停止 使用前 停止使用嗎 有啊 對 建議地方政府嘛 建立國家標準是 檢定及驗證方式 前 停止 都已經在裡面了嘛 對 好啦就這樣好不好 確診之維修正通過 來 你不要走啊 他還有一個案啦 會 一定 還有後面什麼 告訴你他會用 又會然後又被抓包 後面還有什麼 欸選字啊 在那個錢停止了嘛 你的意思已經在裡面了啦 對啦 所以現在次長就是要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在哪 我現在爭取時間 你第二個案要不要處理 我幫你爭取時間 第二個案有沒有意見 第二個案有沒有意見 你也不要念啦不要念啦 有沒有意見啦 行政部門 沒有意見 好了齁 好啦 來 台鐵 他沒有他已經 他已經說 一定停 選定之後就要開辦 沒有 永遠的運作啊 好協商 完成了 做以下宣告 今日協商結論 免以宣讀 授權意識人員 整理作為決議列入紀錄 這個案件 我會不會說 我會想說 有一個好事 來賣